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2019年金燕巴黎时装周的一次东方秀 模特们身着具有传统宫廷艺术特色的服饰 首领金漆镶嵌的小包 走上了国际时装秀的舞台 燕京八角这个集合名词 也擦亮了西方时尚界的眼睛 复古、华丽、端庄、诗意的新时代东方美学 惊艳西方时尚界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说什么是燕京八角 所谓燕京八角即是指有轻功特色的精座手艺 包括金漆镶嵌、锦泰兰、花丝镶嵌、玉雕、牙雕、雕妻、公坛、金秀 八角到底有多角呢? 一句话 反正重要的国式礼品就会想到它们 这一组精美绝伦的作品来自燕京八角博物馆 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到这个藏于古叉中的特别的博物馆 领略八角之角 距今整整五百年以前 在北京西郊的鸵岭古道的旁边 有一座神秘的庙宇落成了 这座佛斯落成以后 不受香火 不开山门 也不办法事 那么它为什么会这样 五百年以来 它有什么样的故事 今天它又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让我们走进陈恩寺 北京燕京八角博物馆 就坐落在自从建庙以来 就不开山门的神秘的陈恩寺 此行 我们拜访了燕京八角协会常务副会长 也是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 百群先生 他向我们透露了陈恩寺神秘的来由 现在是陈恩寺五百年古叉 是全国重点王宝保护单位 就说明它的地位和它品质还是非常高的 皇帝的行宫 也就是说虽然是个庙 但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现在的宗教活动场所 是个文保单位 对 另外当年主持修缮陈恩寺的 是郑德皇帝私礼建长印太监叫温祥 温祥的另一个身份是锦衣卫的督导室 所以陈恩寺的神秘跟这个也有关 也有关系 皇帝不在的时候又是锦衣卫的一个 一个办公的地方 秘密据典 对 秘密机构 郑德八年 陈恩寺在唐代寺院的基础上重新修缮俊功 郑德皇帝专门下了一道诏书 告诫当地的政府 驻军和百姓人等 不得干涉陈恩寺一切大小事物 所以从它重修以后 陈恩寺就有了不受香火 不做道场 不开庙门的三步之说 而今天 燕京八爵博物馆能进驻陈恩寺 不得不说是因缘和合 在陈恩寺的山门前 我们看到了一排与燕京八爵相关的牌匾 其中有一块写有 北京当代宫廷造办处 燕京八爵有人甚至说 它其实就是皇宫宫廷造办处的一个缩影 好 说到这个燕京八爵 刚才您讲得非常精准 它是八种手工技艺 它源自清宫内务府造办处 那么造办处它主要是服务皇家 制作各种家具器皿等等 那么在鼎盛时期的造办处下设有42座 42座 一座就是一个专门的门类 是吧 一个工艺 它大概有2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 可以说他们都代表了当时当地 应该是最高端的手工技艺 那么清王朝解体以后 造办处的工匠散落民间 在北京地区逐渐地就形成了八种绝技 当然有些可能人家就回故乡了 回老家 回老家 比如广州都回广州了 苏州都回苏州了 对 他就走了 好 那在北京地区呢 留下的工匠呢 把这个工艺里的技艺带到了民间 逐渐呢 形成了包括金漆镶嵌 花丝镶嵌 景泰兰 牙雕 玉雕 雕漆 金绣和工坛 在内的八大类绝技 史称为燕京八绝 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 这个燕京八绝呢 它就是过去造版处当中的可能是某八座 当然它也未必是一座 比如说镶嵌座 它可能会囊括地跨 对 他可能相互的这种跨界 工艺之间的相互融合 这些情况也都有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会记载 康熙年间设立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 是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 为宫廷服务两百多年 其中玉器 景泰兰 牙雕 金漆镶嵌 雕漆 花丝镶嵌 宫坛 宫坛 金绣八种 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燕京八绝的作品 囊括了故宫大部分的陈列 陈恩寺的大雄宝殿就是燕京八绝博物馆的主展厅 因为燕京八绝的庄点进入其中 确实有如进了小故宫的错觉 白先生你看 这一走进来以后 有点像走进养心殿的感觉 养心殿的感觉 是吧 就是皇上在这里又办公又生活 同时累了的时候 可以把玩一些这样的造办处的玩意儿 那么这里既然是咱们燕京八绝的一个小博物馆 那么这里头一定有八个类型的东西 是吧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刚才您一进门 首先感觉到就像在想新天花 那是因为这个屏风和宝座 我们讲了一个过去皇家的风范的气场 您看后面这趟屏风实际上是亲戚相嵌 在上个时期 大概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复制乾隆皇帝的一趟穿云龙的屏风 它是花里木围胎 上面用各种各样的天然石料 加上木刻的工艺 今天最后一个制作屏风的工匠 老师傅已经去世了 但是这件作品留下了 非常的大气和震撼 那么前面的这个花里木的宝座 也是金蹄相嵌上个时期 复制故宫太和殿的宝座 两边是景泰兰的陈设 所以它融合在一起 就是一派皇家风范 北京燕京八角博物馆 以千年古刹陈恩寺建筑为依托 馆藏展品千余间 器物上至明清 下至当代 皆是八角工艺精品 这个工艺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一些现代的这种理念 包括它的一些蝉枝纹 但是把咱们中式的纹路和外边的蝉枝纹 西翻联纹它融合在一起 也在一起 而且这个上面像这个叶脉比头发丝都细 这全部都是手工雕刻 这是咱们金漆里边的一个雕田工艺 上面又是镶嵌的百宝嵌的工艺 百宝嵌 各种各样的天然石头 打开它之后您会发现是四层套盒 那么这个外围它叫万字锦 万字锦 万字不到头 您仔细看它有的时候 刀锋的地方它会有瑕疵 这就看得出是手工雕的了 全手工雕 就不是电脑雕的了 对 特别是到拐弯有弧度的地儿 它很难控制刀锋 对 这个四层套盒除了说我们看工艺很精湛 那么它是用作什么呢 在过去宫廷当中用它放干果 干果 和花生瓜子 花生瓜子 对 所以我们在出国去做展会的时候 展览的时候 外宾当听说这么精致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用它放干果的时候 都说perfect wonderful 我这个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燕京八角散发出来的精美与宁静的超然 是对中国奢侈品的诠释 那些珠红 电楠 明黄 粉紫等中国色彩 那些鬼斧神工的技术 以精作特征的宫廷艺术 开创了中国传统工艺新的顶峰 实际上燕京八角它逐步形成以后 因为它是代表了高端的 最高端的一个手工技艺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那么从您看像我吧 我是燕京八角之一金气镶嵌的传承人 对 你看金气镶嵌这么豪华的东西 对 漆气 屏风 宝座 是我们的祖上是宫廷当中做这部分的 漆气家具 那么在1956年的时候 当时造办处大概四系的船人 16个作坊都是当年的工匠 自己成立我们今天叫大师工作室 当年的这些工匠自己的作坊 政府把他们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五六年的时候 五六年等于也就是成体系的这些技艺保护起来了 成立了北京金气镶嵌厂 那么在五六年往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实际上这些很高端很精致的工艺品 成为我们出口创绘的一个主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是燕京八角最辉煌的时代 当时北京专为特种工艺美术航档 设立了大型生产基地 如金气镶嵌厂 法郎厂 玉器厂 花丝镶嵌厂 雕漆厂 象牙厂等 这些工厂的产品 大部分出口帮助国家赚取外汇 当时中央专门下纹 周董李指示 还有那些李仙剑他们 他们专门下纹 然后这个工艺美术 当时成为出口创绘的主力 对 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品 农业产品 日常生活产品 都没有什么出口的竞争力 对 农业产品我们当时就是给苏联还账 什么的苹果呀什么 咱们实际上国内很紧张了 没有吃的了 是吧 都给他们还账了 工业我们还出不了口 但是我们需要 要进一些外国的设备 这都需要外汇 那谁来换呢 拿工艺美术品 美术品当时是批量很大 当时他们就给为这些 驻中国的大使 在北京的大使馆 他们每个大使馆的人 都带着很多地产 带着很多工艺品回去 对 所以当时这个公司的买卖 你甭抽 它非常好 在这个时期来讲 我们应该说 所有从事工艺品的这块的人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材料也都是非常 真实的 按现代来讲是没有假货 这样子的话 深受国际友人的欢迎 而且我们也创造了很多外汇 为国家当时的建设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皇家之贵气今天走向民间 巴掘工艺怎样相互融合 宝贵的文化财富何以活态传承 王鲁香带您访问巴掘工坊 敬请关注文化大观园特县 燕京巴掘系列 经营剔透的玉石 现鬼斧神功 洁白无瑕的象牙 方寸之地可成大千世锦 燕京巴掘可谓 功不厌经 料不厌细 这是一个象牙雕 是一个题材 是一个提栏观音 那么牙雕在我们国家已经大几千年的历史了 这件作品是清代的一个作品 清代牙雕它从结构布局 特别是观音的开脸 做这个佛像都是特别的细 那么咱们知道牙雕一两百年的时候 它会开口笑 就是它会有这种开脸 出现列文 对 出现列文 这个前面 后面 这个观音后面的这个 这个观音的这一间 瑕疲 肩膀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开出来 就像设计好的一样 对 好像还有规律 很整齐 很整齐 看得好看 对 看着它感觉就像融于一体 融于一体 很自然 很规律 还有你看这个精细的这个多工 这个法师 对 从这个法师 法剂这一部分 都很细 而且呢 您从它这个客工上讲 没有一点瑕疵 没有一点瑕疵 你看这头发的丑 对对对对 一丝不苟 对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 很怪啊 身上别的地方都有这种小小的开口笑 脸部洁白无瑕 一点都没有 感谢观看 也是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雕七它是史字隋唐 距今有15600年的历史了 像这种小盒子 您看它修七数十道以后 它是16到7才是一毫米 一毫米 对 所以如果你要像这么大概 这得上百到七了 对 大概得上百到七 上百到七之后 它一点一点把大七用剔刀剔出去 所以它又称剔红 剔红的雕七里边最难的 您看它底纹 我们通常剔雕七分上下手 上手上面的人物 树木 底纹就是底下的紧纹 又是另外一个师傅课吗 又是另外一个技法了 有些师傅他可能全都课 但通常有刻上手有刻下手的 对 您看这紧纹还分天地水 天地水 但是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是下面这一点 它是圆圈 方正带圆圆圆圆 在坊 这是在坊 对 我们开玩笑 管它叫魔鬼闻 太难刻了 所以您看 这一圈一圈的很细 像有点又西 又向八边 又向圆 又方方 ampl 对 而且舌七它讲究出刀无回 这一刀下去 这七踢出去了 要补我可补不了了 所以说它对这个工匠的要求 对这个传承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刻这种精细这个文士的时候 燕京八角各具特色 千针万线不厌其精的精绣 工艺繁复的工坛 极致华贵的花丝香榭 以及一百多道工序的景泰兰 毫厘之间的作品 需要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几年的时间完成 王老师这是一个精绣的 就北京的绣是吧 北京的绣 它是叫喜事迭来 是咱们当代工美大师的一件作品 那么精绣它是史字随带 但是在漫长的发展的过程中 它是大量的吸取了香绣 月绣 苏绣 蜀绣 等等各方的精华 那么形成了这种皇家的精细 典雅 高贵 大气 这样的精绣的风格 你看像皇帝那种朝服 包括那些娘娘们非常华美的法式 朝服当中补子等等 它都是这个精绣 这有点猛一看 感觉像这个瓷器中间的这个斗产 对 斗产的 有点斗产的感觉很美 燕京八角 一直以来都以其精湛的手艺和精美的作品 而为人称导 如何能在保持手艺特点的基础下 做出符合当代审美和市场需求的物件 发掘手艺者们正在寻找一条出路 即实现从宫廷贵气 走向民间高端普惠的转型 这个是八角之一的什么 八角之一的花丝镶嵌 花丝镶嵌 这是花丝镶嵌的繁花手包 是黄金的吧 它是银镀金 银镀金 花丝镶嵌的始自春秋 它是用金丝或者银丝编织 然后焊接 为什么上面还会镶嵌两个字呢 就在这种工艺之上 它可以再嵌有各种宝石 过去像这种皇后 它的一些首饰 一些极精细的饰品 皇家的 那么这个花丝镶嵌的手包 当年也曾经在外事活动的时候 也曾经用于展示 展示我们这种精湛的皇家的工艺 目前北京燕京八爵博物馆 已成为国家级飞夷文化的高端交流平台 和传统宫廷文化及皇家艺术的重要展示窗口 吸引了国内外各界专家以及文化爱好者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这一个百宝嵌的画瓶 百宝嵌工艺 您看它左下角三阳开泰 对 这里三阳开泰 右下角石榴代表多子多福 中间花瓶 上面您看这个繁花四景 花开富贵 花开富贵 对 然后这个从花跟这个瓶结合在一起 又是富贵平安 那么瓶的上面斜插了一个兵器 方天己 方天己 对 又是瓶生一己 瓶生一己 对 己下面挂了个庆 极庆有余 对 所以有这个外宾来的时候 这件作品就把翻译给难住了 难住了 全是吉祥女 对 应该怎么去翻 极庆有余 怎么去翻 这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北京燕京八爵协会及其团队 不仅在国内进行宣传推广 更通过巡展方式 将燕京八爵带到世界很多角落 让一件件脱胎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美艺术品 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异彩 燕京八爵走出去的时候 走到了加拿大 俄罗斯 德国 法国 特别是到华盛顿 美国的华盛顿 当时打开我们一件精美的作品之后 那外宾看完了连番的惊叹 Wonderful Perfect Oh my God 这些都出来了 就是这么精湛的技艺 这么精深的文化 可能开始之前 他们是没办法想到的 是的 就是中国古人在几千年之前 他对这种 这种和和文化 他对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种理念 而且把这些理念 这种和和的文化 通过自己的记忆 在一个我们日常的一件 生活用品 可能一个器皿上呈现出来了 真是不简单 这等于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经典呈现 对 经典呈现 这种经典呈现的话呢 既要推向民间 让更多的老百姓和他有 等于是无距离的亲戚的接触 一个是推向世界 让世界各国的人民了解我们中国有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 燕京八爵之八爵各有千秋 本系列节目 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 进入燕京八爵工坊 拜访代表性记忆传承人 了解器中之道